不掉心者,位於舉時,既於劣時,得平等舌。 在修心念著的時候,觀察自己的心,心有很多種不同的相貌。 這裡是說怎麼叫做不掉心。不掉心簡單地說就是不散亂,掉著動著,就是不動亂的心。 位於舉時,舉劣時,這個舉前面解釋過,就是昏沉的時候,昏沉的時候,心的明了性不出現了,隱沒了。 現在把它舉出來,把它發動出來,把它內心的明鏡耳注的相貌,把它發動出來,叫做舉。 這個略是初開始靜坐的時候,使令心不要向外散亂,叫做略。 這個略是不分別那些雜亂的境界。 安周瑜守元靜,叫做略。 這個略是初開始,俄心不亂的時候。 這個舉是心裡散亂了,或者是昏沉了, 再把它收回來,使令它明鏡而住。 這兩個心的相貌,總而言之,是得平等舍的意思。 這個平等,就是不昏沉也不散亂的,叫做平等。 如果昏沉了,或者是散亂了,那就是不平等的。 心裡邊呢,不昏沉就是明,不散亂就是靜。 明鏡而住的時候,叫做平等。 這個舍呢,就是氣舍了昏沉,氣舍了散亂。 也還是平等的意思。 所以叫做得平等舍。 這個舍的境界啊,有錢也有身。 在初開始靜坐的應該是淺的意思,不應該是深。 後邊還有談到的地方。 這個寂靜心呢,就是在平等舍又再進一步。 或者是經過一個長時期,或者不是很長。 你靜坐有了,成就了。 什麼成就?你未充諸蓋以得泄脫。 就是那個五蓋。 就是那個五蓋。 湯玉蓋、塵灰蓋、昏沉睡眠蓋。 還是吊居五座蓋、一蓋。 從這麼多的蓋裡邊呢,泄脫出來了。 這個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阿比談論上解釋。 就是能令善品不得閒聊。 也就是令你這個明靜而住的境界, 不能夠成就,不得成就。 障礙你這個明靜而住的定位, 也不得現前。 那麼那就叫做蓋。 因為你長時期的硬工, 這個直觀的力量強了, 就破除去這一切的障礙。 卸脫了,從這個蓋卸脫出來了。 那個時候叫做寂靜心。 從後邊的這個定心者, 那一段文的解釋啊, 看出來這裡所說的這個寂靜心, 就是味道地定的境界了。 味道地定的境界。 那麼味道地定以前呢, 就是預界定。 這倒是很分明的呀。 說出來這個寂靜心的這個界限, 是個味道地定的境界。 是不寂靜心者, 未從豬蓋未得卸脫。 就是啊, 雖然我原地心裡面也能夠明靜而住, 但是啊, 還未能從豬蓋得卸脫。 這個蓋還能出來, 還能夠顯現在你心裡面呢, 障礙你的定, 不得成就。 那就叫做不寂靜。 就是心裡面還會動亂。 這個定心者, 未從豬蓋得卸脫以, 不能正入根本境律。 這個定心是什麼呢? 意義呢? 未從豬蓋得卸脫了以後, 就是你得到味道地定之後啊, 得這個味自定以後啊, 你繼續地努力地用功。 用功又怎麼樣呢? 不能正入根本境律。 那你又能夠啊, 成交了舍界定的出產。 舍界定的出產。 這個叫做根本境律。 從這些大阿羅漢啊, 彼之佛啊, 從這些大菩薩佛的境界。 他無論是入於什麼三昧, 怎麼樣的微眾生說法, 都是在視產裡面, 從視產裡面發出來。 有的大阿羅漢也是從初禪, 二禪,三禪,四禪裡面, 得阿羅漢過。 彼之佛, 乃是佛從第四禪, 舍界第四禪, 入了這第四禪, 得阿羅漢, 得了三個三部地點。 所以這個, 這個視境律, 在修喬善道裡面呢, 是非常重要的啊。 所以給它個根本的名字。 一切功德從這裡面發出來的。 所以, 夫能正入根本境律。 得到位自定以後啊, 要繼續地努力修行。 這在《喻歇斯底論》裡面說得非常的詳細。 就是修那七種作意。 修著了相作意, 聖節作意, 遠離作意, 奢落作意, 觀察作意, 方便究竟作意, 方便究竟作意, 方便究竟我作意。 修這七種作意啊, 就是得了位自定的人啊, 修這七種作意啊, 正入根本境律裡。 不定心者, 未能入。 這不定心者, 就表示你沒能夠正入根本境律。 還沒能正入。 這個味道地定啊, 叫做寂靜啊, 寂靜。 這個, 得到出產以上啊, 叫做定心。 那說不定心呢, 那等於是, 呵斥這個寂靜, 呵斥這味道地定。 味道地定, 雖然是從五蓋裡面出來了啊, 其實還是有慾的。 這個真心也是有, 有慾也是有, 沉靜也是有啊, 這些蓋還是有的。 有, 但是它不障礙你的聖道, 不障礙你修行。 你的正念一提起來呢, 這蓋就沒有了。 要沒有破除蓋的時候, 還不是那麼容易。 不障礙你。 所以這個, 為自定, 從五蓋裡面泄脫出來啊, 並不表示它沒有慾, 它還是有慾的。 所以稱之為不定, 心還不定。 善修行者, 為於此地, 常時篡息, 得誰所欲, 得無艱難, 得無鋼舌, 術能正如。 這還是說這個, 為自定的人呢, 得正如根本淨律的情況。 它能得入正如根本淨律, 是因為善修心的關係。 怎麼叫做善修心呢? 也就是江泰說, 修這七種作義。 它位於此地, 常時篡息。 為於此, 在這個偉大地定裡面, 入了這個定以後, 常時期的, 連貫不間斷地, 來修習七種作義。 修這七種作義。 得誰所欲。 常時期的修行, 明白一點說, 就是修不盡觀。 這個偉大地定想要得到, 從偉大地定正如出禪, 要修不盡觀的。 因為就是因為有慾, 所以不能得出禪。 得了出禪以後就沒有預料。 所以這個, 這個長時期的不間斷地, 也就是連續地, 修習這七種作義。 得誰所欲。 滿足了你的希望。 你想要得出禪, 得到了。 得無監難。 你要是從散亂心入定, 入到偉大地定, 從偉大地定到出禪, 沒有困難了。 沒有困難, 就能夠入到出禪。 是得無耿舌, 就是障礙。 沒有障礙了。 就是沒有慾了。 明白了說, 就是沒有慾。 沒有慾, 也就沒有撐。 這時候, 這些昏塵睡眠, 吊局物桌, 一夜通通都沒有了。 也就是沒有這些障礙。 術能正入, 很迅速地, 就能入於出禪。 是不善修心者, 於此相違, 應之其相。 要是你不能夠精進地, 嘗試地串席, 那就和這個境界是相違反的。 就不能得誰所欲, 不能得無艱難, 不能得無耿舌。 就是不能的。 應之其相。 應之的那個相話就是這樣子。 善泄脫心者, 未從一切究竟泄脫。 這是有進一步, 善泄脫心者。 善泄脫心是什麼呢? 是未從一切究竟泄脫。 靖子, 這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說…… 在舍界的寺禪裡面呢, 繼續地修行的時候, 就得到無舍界的結空定了。 那麼, 叫做一切究竟泄脫。 第二个意思呢,是说佛教徒得到了舍戒四三以后呢,他能够修识念著,在四三里面修识念著,未从一切究竟协投,就是欲戒的烦恼,舍戒的烦恼,无舍戒的烦恼,爱烦恼,见烦恼,完全协投了, 就是得阿罗汉国了,得无声发言了,是这样意思,不善泄脱心者,未不从一切不究竟泄脱,是不善泄脱心的,就是不能泄脱心的,不能泄脱心就是你没有修识念著,那你就不能够从一切的颠倒的境界里面,你就陷移在颠倒的境界里面, 不能够究竟泄脱了,就是得到四三八定了,你还是愈出这凡夫,不是为外爱烦恼所颠倒,就是为贱烦恼所颠倒,就是不能得泄脱。 这一共是二十种心,二十种心这里边说十四种心,就是把前六种心不计算在内,就是有贪心离贪心,有称心离称心,有痴心离痴心, 这六个心不计算在内,从这个略心开始计数,略心,散心,下心,举心,掉心,不掉心,寂静心,不寂静心,定心,不定心,善修心,不善修心,善邪的心,不善邪的心,这一共是十四种心。 这十四种心,当时皆是祝师所起,应该知道,就是这个修行人呢,他能够奢心而住了,奢心而住这个书就是预计定, 祝在预计定里面,继续努力地修行,所献起来的这十四种心。 前面是一个心一个心的解释,这底下总,总起来说起大义,都是在定中献出来的这十四种心。 是一静盖地,是一静盖地,就是从略心开始啊,一直地修这个止观呢,他能够啊,清静这个盖,清,把这个五盖清出去,就静,这样的境界嘛,也就是静盖地。 静盖地这个时候,就是从欲界定开始,到未到地定,所生起来的有八种心。 这八种心是,在十四种心里面呢,就是未从略心,散心,乃至寂静不寂静心,这就是八种心。 略心,散心,下心,举心,掉心,不掉心,寂静心,不寂静心,这一共是八种心。 以静盖地主持,说起有六种心,为定心,不定心,乃至善泄的心,不善泄的心,这是静盖地,静盖地呢,就是从未到地定开始,继续修这个不静观呢, 破出去这个欲心,破这个欲心,所以这个时候嘛,叫做静烦恼地,就是修这个不静观呢,来断这个烦恼,不静观是不能断烦恼的。 就是,能把欲烦恼,折服了不动,那么名字为不断,要是修世念住,那就是能断烦恼,那就究竟得胜到了。 在这个境界里面,所生起的有六种心,就是定心和不定心,乃至善泄的不善泄的心。 这样说,你这十四种心呢,大,就是分成两部分,一个是静盖地,注释,说起八种心,一个是静烦恼地,注释,有六种心,加起来嘛,就是十四种心。 再加上前面一开始的那三种心,那三种心实在是总数的,把这两个境界,包括在内了,就是总数,这个静盖地和静烦恼地是别属的,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这是,这个新念住,云和为心,这个意思,这个问题解释了,好,解释了,像那个深念住,第一段是云和为身,那么新念住嘛,就是第一段云和为心,这样子。 这一下呢,是解释了,这一下呢,是解释这个法念住,云和为法,云和为法,前面也是列出来了,这底线嘛,就是解释,好, 由于内有概,又这位修行人,他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实时地要反省自己,来观察自己,观察自己啊,是内有概,我这个内心里面,或者是在寂静心里面, 我还是有概,我还是有概的,这个贪欲称慧等等的概,我心里面,那有概,能知了知,而有无主概,自己能知道,自己知道,我还,我这个概还没有破出去, 与内无概,能知了知,无主概,那里面没有概的时候,自己也能够了知,我是没有概的, 因为实时地观察自己,实时地考验自己,所以才会知道,要不考验自己,自己还未必知道,那么就容易得到真上漫,因为你常常修不尽观呢,这个欲它就是不动, 不动的时候,自己就认为自己可能是,我没有概了,其实不一定,所以这个七种座义里面呢,有个观察座义,观察座义就是,我看看我这个概还有没有, 那么就是,故意地去思维这个欲的境界,思维这个欲的一些镜像,思维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心动不动, 那么就知道是有概还是没有概,所以知道能知了知,而有主概,也是经过考验,自己内心的观察知道的, 能知了知,能知了知,而无主概,也是经过观察才知道的,不是只是说,我静若的时候心不动,我就是没有概了,不是那样意思, 那就是不修行的人呢,他有的时候他心里也不动的,那不能说他没有概, 是能知了知了知,而无主概,如比主概,未生而生,已能了知,如比主概,生已散灭,已能了知, 前面是说,概的有,这底下说,概的生灭, 如比主概,如比主概,未生而生,我那无种概,在自己心里面呢, 原来是没有,现在有了,未生而生,由无而有,么叫做生,他也能知道, 知道我现在心里面有欲心了,有贪欲心了,有称称心了,有疑惑心了, 是,所以,已能了知,这不像我们不修行的人呢,自己烦恼来了,自己还不知道, 这修行人不是,这修行人时时地观察自己,啊,我有烦恼了,啊, 如比主概,生已散灭,生是生了,然后,又由由而无,又散灭了,啊,不现前了,又出灭了, 你能够知道,也是知道,这个,这可见的,这修行人呢, 实时地注意自己的这一念心的活动,不像我们不修行的人这个心呢, 实时地向外面看,看别人是对不对,啊,怎么怎么的, 不,这个,这不是,实时地来观察自己,嗯,是, 欲言有解,乃至欲意有解,能至了之,这就是越说越威惜了,啊, 前面是说,盖的有,盖的生灭,这以下呢,说解,啊, 其实也是盖,就是烦恼,解就是烦恼,啊,这个解就是一个, 像那个绳子,挽一个扣,那个扣叫做解,那么用它来批育烦恼, 这个扣玩得很紧的,你想打开还很难的,所以我们心里面有烦恼啊, 就像那个扣似的,你想断掉它,不容易的,生烦恼很容易, 但是你想熄灭它,还不容易,不是容易的,所以叫做解, 所以欲言有解,我们的眼哪,看见一些摄像的时候,啊,就烦恼了, 乃至于欲言有解,啊,耳鼻舌身乃至意,有了烦恼, 这前五根,发前五十,啊,于前五境,相接触的时候有烦恼, 这是没有入定的时候,说欲言有解是入定以后, 入定了以后,有的时候啊,也会有烦恼,啊, 说乃至于有解,能治了之,能自己知道, 我言,我有言解,乃至额有一解,知道, 于言无解,乃至于意无解,能治了之,额言无解,乃至额意无解, 也都能知道,没有解,也是知道的, 如比言解,乃至意解,未生而生,已能了之, 这个,在有解,有烦恼,这一段,也是分有无,分生灭,这两段, 现在这是第二段, 如比言解,乃至意解,未生而生,已能了之, 如比诸解,生意散灭,乃至能够了之,也是知道的, 至于内有念灯脚之,乃至能治了之,额有念灯绝之, 这底下呢,是,这是又一段了, 这又一段呢,就是来对治,这个盖和解的, 这是就是,用这样的法门呢,来对治烦恼的, 这个烦恼的,生起,乃至于灭了, 他自己会灭吗?不是的呀, 是你要修这个,试念柱的呀, 所以,于内有念灯脚之, 因为有了烦恼的时候啊, 这是一个大患,要解除它,要解决它呀, 就要修小这个世间柱, 这个世间柱啊,本来这就是说世间柱, 但这地方说这个七觉知,就是七菩提愤, 七菩提愤第一个,就是念灯绝之, 这个七菩提愤,念第一个, 第二个,第二个是宰法,念宰法,精进, 就是习,欢喜的习, 还有清安,还有个定,还有个舍, 这是一共是七个, 在三十七大平的,这个前后的次第上看呢, 这玉切诗论呢,就是维持的经论上的解释, 它是说,从七九知这里开始, 要从小乘法来说,就是得出国了, 七觉知就是得出国了, 那么七觉知以后才是把证道, 但是在这个,大批批杀论呢, 它就是有一点不一样, 它也是说,七觉知在八正道之前, 但是也有时候是八正道在前, 七觉知在后, 像城市论呢,它就是这么解释, 这个诀,就是也有一个比喻的意思, 先先做梦,睡觉, 现在睡醒了, 从大梦里面醒过来了, 就像这个无死皆来呀, 在生死里面做个大梦, 现在醒过来就是得出圣道了, 那么只要做诀, 这个诀呢,不是单独地能成就的, 要一共有七,有七条, 所以是七觉知,七菩提分。 第一个是念等觉知, 这个念是什么意思呢? 念就是,你想要运功修行的时候, 第一个条件就是把这个修行的法门, 要显现在心里面, 要很分灵地显现在心里面, 先要这样子, 我说我要修不尽观, 我这不尽观在心里面能献钱, 然后继续地修, 能献钱的这属于念, 说我要修无恶观, 这无恶观在心里面能献出来, 这都是属于念等觉知, 你要没有这个念的话, 你所修的法门不献钱, 不献钱修什么呢? 没办法修了, 所以这个念是很重要, 所以第一个是念, 第二是宰法, 这个我们等一会儿讲, 是于内有念等觉知, 能知了知, 我有念等觉知, 我有了烦恼的时候啊, 我就说我这个, 要把法门献出来, 就能献, 那么就是有念等觉知, 是于内无念等觉知, 能知了知, 无念等觉知, 在内心里面没有念等觉知嘛, 就自己了知, 我没有念等觉知, 比如说是你在静坐的时候, 用功修行的时候, 昏天昏沉了, 昏沉了这时候就没有念等觉知了, 或者是散乱了, 就打别的妄想去了, 那么也是没有念等觉知了, 这念就没有了, 就失掉了, 原来是有的, 现在会是失掉了, 就是有的时候有, 有的时候没有, 自己都知道, 能知了知, 无念等觉知, 如念等觉知, 未生而生, 已能了知, 所以我失掉了, 失掉了, 我现在把它献出来, 未生而生了, 又献出来了, 已能了知, 那还好, 如生已住, 不忘修满, 背负修习, 真真广大, 已能了知, 如你啊, 这个念觉知, 是献出来了, 献出来了, 能够安住在哪里, 安住在哪里, 不忘, 这个法门很分明地显现在心里面, 没有忘, 没有失掉, 要是忘掉了, 就是没有念了, 修满, 而继续用功地修行, 那就是叫它圆满, 你这个, 我们啊, 我们都是出发心疗, 这个, 你要是读化验经, 读法画经, 看那些大菩萨有托罗尼, 他能够, 这个, 很短的时间内, 就把这个广大的法门显现在心里面, 这个念力也是不, 那样的广大, 我们说是我们金刚经啊, 才算一卷也不算多, 我们把他显现在心里面, 还都不容易, 有的时候能够把他一句一句地背下来, 有的时候背不下来, 回忍间这一句忘了, 就是这样子, 初开始修行指南啊, 那个大菩萨境界, 他的心里面能把很短的时间内, 能广大的法门显现出来, 在心里面显出来, 这个, 我以前也说过, 就是从那个节纪经战的时候, 说阿南正者送这个, 把这个佛苏的一个法门一个法门送出来, 这些大阿拉传在下面听, 我在推想, 那些阿拉传也都能背, 能把佛苏的这些法门背下来, 所以他和你阿拉传有送错了, 他就知道, 所以这个圣音的大阿拉传的心里面的境界, 都是有这个念的力量, 这个念, 有不可思议的念的力量, 念就是记忆力啊, 也就是托罗尼啊, 不过在小乘佛法里面, 没有用这个名字, 在大乘经里面, 就是用这个吐鲁尼的力量, 就是种词, 就是念的力量, 所以如念能教之, 未生而能生, 这还是不错的呀, 所以已能了之, 生已住, 不忘休满, 背负修习, 增长广大, 使念的力量越来越广大, 越来越广大, 就是如果一听一遍就能记得住, 就能记住, 而且这一生是记住, 就这个身体死掉了, 第二生还是能记住, 没有死掉, 它不死掉, 所以背负修习, 增长广大, 已能了之, 也是知道的, 所以这个圣音的这个, 它这个念力啊, 那么样的厉害呀, 以背负修习, 增长广大, 已能了之, 如念能教之, 如是窄法, 精进喜, 安定舍等教之, 当之一儿, 也是这样子, 或者是没有, 或者是有, 或者有的时候, 生了又灭了, 灭了又生了这些事情, 也是这样子, 像念能教之, 像念教之怎么说, 念的等教之, 是这样子, 如是窄法等教之, 当之一儿, 是这样意思, 这个窄法, 窄就是简窄, 就是智慧的观察, 智慧的观察, 或者是无常观, 或者无恶观, 或者诸法必经空的观察, 这种智慧啊, 最初开始, 当然是温所成慧, 诗所成慧, 修所成慧, 逐渐地增长, 逐渐地深入, 到达出的圣道的时候, 这时候叫做窄法, 这是无漏的智慧了, 在以前的时候, 是相似的智慧, 不是真似的, 还是游漏, 到了这个, 得圣道的时候, 这个窄法就是无漏的智慧, 他见到这个真力了, 是精进, 精进是说, 为什么能够到达那里呢, 能见法, 得法, 见到第一地了, 是由精进来的, 他不怕辛苦啊, 他能尝尝其的努力, 才能到达这个境地, 这个精进倒是非常重要了, 是喜, 由于你尝尝这些精进, 破除去一切的障碍, 破除这个盖, 破除一些烦恼, 见到真力了以后啊, 心里面欢喜, 所以这个大乘的, 实地不是出, 就是欢喜的, 就和这个喜是一样的, 得出国的时候呢, 也心里面也是欢喜, 安, 安就是清安, 就是有这个安的清安乐, 要说是清安乐, 那一定是要得到, 未到地定, 预计定啊, 没有清安乐, 得到, 未到地定的时候, 才有清安乐, 得到出禅以后以上, 这个清安乐是更猛烈, 而这个安乐, 是由定来的, 你要是或者未到地定, 或者出禅, 二禅, 三禅, 有了这个定, 你才能得清安乐, 得到清安乐, 得到定了的时候啊, 这个身体的出众没有了, 身体就像游药物的样子, 不那么出众, 这时候啊, 心里面快乐, 身体也调死了, 身体也调死了, 得了定的时候啊, 要得了出禅以上的定的时候, 这个欲是没有了, 这一切的也, 这些烦恼没有了, 没有了这个大波尔经上的四年作品呢, 说到叫永处贪忧, 得到这个清安乐, 得到定的时候, 永处贪忧, 永久地破除去了, 这个贪欲的烦恼, 和忧愁的烦恼没有了, 那这这的论上说的很有意思, 说什么呢, 说是我们出家人呢, 最初的时候啊, 为了啊, 想要得成圣道, 远离无欲, 把世间上的无欲放弃了, 放弃了嘛, 直到寺院里面出家修小圣道, 但是不是一下子就成就了啊, 这个圣道的三美乐没得到啊, 可是世界上的欲乐又放弃了啊, 是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啊, 心里面就有忧, 心里面不快乐啊, 不快乐, 但是人心就是欢喜乐嘛, 又回想, 又回想以前的这个, 这个无欲乐, 就生着贪心, 又有贪心, 又有忧愁, 有这两种烦恼, 现在啊, 得到宅法之了, 得到有精进, 洗, 清安, 定舍的时候呢, 涌出贪忧, 这件事没有了, 因为你的时候啊, 开始成功了, 得到就三美乐了, 得到圣道了, 心里面定下来了, 所以叫做, 有喜, 又有清安, 又有定力, 有舍, 前面说到个平等舍, 这里也有说到个舍, 而这里的舍呢, 简单的说这个舍是无招的意思, 不知招的意思, 不招啊, 比如我们这个手啊, 摸在这桌上, 这个手就与这个玻璃相招了, 相招, 现在不招就是有离, 就是舍了, 就是我们的心呢, 不与一切法相招了, 相招, 就是叫做舍, 再明白一点说, 也还是这个那个庞运, 庞举是禅宗那个庞举说的对, 不与万法为伴侣, 就叫做舍, 就是一念清静心呢, 他与一切法, 弃舍了一切法了, 也就是不受, 不受一切法就是舍, 所以这个舍就是不受的意思, 不招的意思, 所以他那个心呢, 能够占言独立, 占言地安下来, 不动了, 也就是不分别了, 心亚欲有一个境界, 心里面有一点境界的时候, 你就是着, 你就是受, 你就是有分别, 你就是有分别, 现在的那时候, 他这个圣人呢, 他正念现前的时候, 就出国圣人, 他也开始有这个境界了, 有这个舍, 所以这个舍, 这是圣人的境界, 反腐不行, 反腐办不到, 前辈说那平等舍, 那是在, 我们常常敬作的, 偶然也会有那个境界, 但是那还是反腐境界, 那是很浅的, 这就是很深, 这是圣人境界了, 当之一耳, 念灯脚之, 有, 有无的情况, 有生灭的情况, 这个念灯, 宰法脚之, 心尽喜安定舍等脚之, 一耳, 出国圣人有的时候, 他有时候也失掉了正面的时候, 失掉了正面的时候, 你这个清净的, 无漏的智慧也不现前了, 经济喜安定舍等之, 也会不现前了, 这个出国圣人, 那么这个黑衣比利, 这个得无声发言, 出得无声发言的谱色也是, 也是, 也有这个情形, 但是他要搅悟了, 立刻就能改变过来, 他时间不是像我们反腐那么久, 我们失掉了正面的时候, 很久很久恢复不过来, 但是不是圣人不是的, 圣人很快的呀, 他就回过来, 这个阿含经说的一个比喻, 说是这个锅呀, 上班的锅烧红了, 滴上去一滴水, 那滴水在那个烧红了的热的锅上, 很快的就干了, 所以这个圣人失掉了正面的时候, 那个时间就那么多, 就很快的正面又升起来, 这它是和我们反腐不同的, 要能如释如释如释变之, 诸扎眼法, 自性因缘过患对质, 视为法念主体, 云合为法念主, 要能如释如释变之, 你要能够这样子, 你能够这样子, 这是结束这一段位, 你能这样子, 这个如释变之, 真实的变之, 这个变之还不容易的, 变之还不是容易的, 你能够随时有错误了, 随时就会知道, 不会呀, 还不知道, 这还不是容易的, 如释能够变之, 你内心里面的, 净里面的这个正念, 或者失掉正念的这个情况, 你都能知道, 变之, 诸扎眼法, 各式各样的扎眼法, 或者出现了贪心, 或者是出现了秤心, 或者出现了高慢心, 各式各样的烦恼出现, 这些扎眼法, 这个自性就是扎眼法的本身, 扎眼法的本身的情况, 就是自性, 因缘就是发起言无法的因缘, 因此而有烦恼, 比如说看见了一个境界, 也有此境界, 实际我心里面有言无量, 那么那个境界是个因缘, 或者说这个扎眼法, 这个扎眼心的现前, 是由于内心里面的扎眼的种子, 那么也可以说是因缘, 有了扎眼法的时候, 就使得你的心就严无了, 那么就是过患, 对质, 修这个七觉之, 修十年珠来对质, 你能够如是如实地辨知诸扎眼法, 自性地缘过分对质, 视为法念诸体, 如说于身诸寻身观, 念即念诸, 如是于受于心于法, 随其所应当之一二。 这是就是前面这是说, 云和为身, 这个身念诸一共有四段, 云和为身, 云和于身诸寻身观, 云和为念, 云和为念诸, 分种四段。 底下受心法这三个念诸, 也都是这样子, 就如说于身诸寻身观, 念云和为念, 身念诸的念, 身理念诸, 这个身念诸分种四段都已经说过了, 如是于受念诸, 于心念诸, 于法念诸的, 随着三念诸的所应当之一二。 这个也是这样子, 这样子看前面的第一段文, 就是云和为身那一段解释过了, 诸寻身观就是由寻思文师修三会, 随观随觉, 这样修。 这个念就是在文师修三会里面, 都是于文于义, 都是分明不忘, 不忘不忘分明不忘, 那么叫做念。 这个最后这个叫做念诸, 一共分三分, 有两个解释, 于三项中安诸所缘, 于三项中安诸所缘, 那么那就叫做, 身念诸是那样子, 这个受念诸, 心念诸, 法念诸也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就没有的意义地说出来, 就这样的比例一下, 好,这样说。 在第二页, 第二页上说得很清楚, 这个是文师修三会, 随观随觉, 这个念为一身正上受词, 正法思为法义, 修习作证, 于文于义, 修作证中心无忘识, 这是身念诸的念, 那么受心法念诸也是一样, 于受心法正上受词正法, 思为法义, 修习作证, 于文于义, 修作证中心无忘识, 要神思为, 额于正法为正受词, 微不而也, 于比比义, 会善了达, 微不而也, 善能处政, 比比谢托, 微不而也, 如是审地安诸其念, 名为念诸, 那么这是, 受心法念诸也是这样子, 这里又为守护念, 为余境无远, 为安诸所缘, 名为念诸, 这里又分, 有第二个解释, 那么受心法念诸也是这样子, 所以, 随其所应, 当之一二, 是这样说法, 云和于内身等, 助寻身等观, 云和于外身等, 助寻身等观, 前边呢, 这个四念诸, 就是解释完了, 解释完了, 但是呢, 是解释的简略, 这以下呢, 又广, 又广博的, 又比较详细的, 说出来这个差别下, 是这样意思, 好, 这是第一段呢, 提出来的, 这一共是三个问题, 说云和于内身等, 助寻身等观, 好, 云和于外身等, 助寻身等观, 这是一个内身, 一个外身, 在内身里面呢, 也是各式各样的, 所以就是等, 外身也是各式各样的, 助寻身等观, 云和于内外身等, 助寻身等观, 这个身分这样, 分三类, 分出这三个问题, 这是等于是一个问题, 提出一个问题, 这底下就回答, 为要原内自有情处身, 舍为敬, 助寻身观, 事明于内身, 助寻身观, 这个内自有情处身, 我们这个内就是智, 不是外边, 对外所谓内, 对他所谓智, 其实内就是智, 就是自己本身呢, 是有情思的, 这个有情思的范围内, 对身体的舍下, 以此为敬, 助寻身观, 这叫做内身, 于内身, 助寻身观, 要原外, 非有情处舍为敬, 要是你在神外陀里面, 这样观察, 你这个身体以外的, 自身之外的, 不是有情处, 就是没有情思的, 这个范围内的舍为敬, 助寻身观, 是明于内外身, 助寻身观, 这个就指无情的范围内的, 要原外, 他有情处身, 舍为敬, 是助寻身观, 是明于内外身, 助寻身观, 要原外, 他有情处身, 舍为敬, 这个外边, 他有情处, 而明之为内外身的, 这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外也是有情处, 也是属于有情的, 所以明之为内, 但是他不是自身舍等, 不是你自己的身舍, 所以又名为外, 合起来嘛, 就名为与内外身, 助寻身观, 这样意思, 这个《大致的论》解释摩赫波尔波的秘经, 那个四年助品, 提到这件事, 就是我观察自身, 我这样观察对不对, 我去观察外身看看, 原来外身也是这样子, 我观察外身, 观察的对不对, 我观察自身看一看, 自身也是这样子, 所以同期来, 分那么三种, 是这样意思, 是这样意思, 这也等于是个平等法性, 相似的法性的意思, 要缘依内自有情处身舍, 舍生受心法为敬, 诸寻三观, 是明于内受心法, 诸寻受心法观, 这是第二节料, 前面是诸寻身观, 这底下嘛, 诸寻三观, 就是受心法三观, 这个受心法三观, 怎么样观呢, 是要缘依内自有情处身舍, 所生出来的受心法, 这三种, 生出受, 当然有受就有心, 有心也有法, 为敬, 那么就是诸寻三观, 是明于内受心法, 诸寻受心法观, 这不要多说了哈, 只要缘依外非有情处舍, 所生受心法为敬, 诸寻三观, 是明于外受心法诸, 寻受心法观, 这个外女是非有情处, 就是无情的这些, 三合大地来朝暮这些, 这些东西, 是要缘依外他有情处舍, 他有情处身舍, 所生受心法为敬, 诸寻三观, 是明于内外受心法诸, 诸寻受心法观, 这个和前面诸寻生观的意思, 可以相立, 以外他要情处舍, 那么这就是名为内外, 这和前面的意思是相同的, 福有差别, 未要缘, 甘所舍, 有直有寿, 所谓尽, 前面是第一段, 这是第一段, 第一段里面, 有诸寻圣观, 诸寻善观, 这么两颗, 这底下是第二段, 也是分两颗, 第一个是诸寻圣观, 所以前面第一段是那样子, 福有不同的情况, 卫要缘根所舍, 有知有寿, 根所舍, 就是这一个物体里面, 它有眼耳鼻色生意, 有根的, 有根的, 这属于这一类的, 的舍, 它是有知有寿的, 有知, 就是因为这个心, 这个了知性的心, 和那样的地水火风, 和合了的时候, 这个心有一种知的力量, 有奢侈这个地水火风的力量, 就把它组成了眼耳鼻色生, 这种的身舍, 有心与它合合的, 心对它有知的力量, 有受, 就是有感觉, 要没有心在里面知, 它就没有感觉, 那就是无情无量, 有知有受, 这样的地水火风, 这样的生理的主旨, 言耳鼻色生, 说为敬, 使命与内身, 诸寻神观, 这样解释, 这因为前面说到, 那个云和为身的时候, 也提到一个有情述身, 无情述身, 有情述身, 非有情述身, 这就是根据那个来说的, 有情述身, 就是根所说, 非有情述身, 就是要缘非根所说, 非根所说, 就无知有受, 的舍为敬, 使命与外身, 诸寻神观, 是这样的意思, 要缘非根所说, 有知有受, 舍为敬, 使命与内外身, 诸寻神观, 使要缘非根所说, 非根所说里边, 有两类, 一个是无情物, 一个是有知有受, 就是夫根尘, 就是我们右眼所见的这个人, 你看见那个人的眼睛, 看见你那个耳鼻舌身, 这也可以说是根所说, 但是这个是非根所说, 它不是眼根, 也不是耳根, 鼻根, 舍根, 身根的, 但是它有知有受, 里面有心, 有感觉, 这样的舍为敬, 这样的舍为敬, 所以有的地方说, 你浮尘根, 也称之为根, 按这里, 这里是预学十字论的文, 按这个文来说, 你称之为根是不对的了, 非根所说, 但是也有知寿, 这个以此为敬的话, 是明于内外身, 住寻神观, 因为它不是根, 所以叫做外, 但是也有知寿, 所以又明之为内, 如是要缘一千三舍所生, 寿心法为敬, 随其所应, 当之即是住寻三观, 前面这一段是三中舍, 一个是内, 一个是外, 一个是内外, 这样, 这源自三中舍所生的寿心法为敬, 那就是住寻三观, 福有差别, 为要源自内定地, 清安居心舍为敬, 是明于内身, 住寻神观, 这是第三意, 第三个, 是要源自内, 自家自给, 自给, 把名字为内, 定地清安, 就是这个人得到舍戒出禅, 二禅三禅了, 那么它在定地里面, 它身体有清安乐, 这个清安乐和你的心同时的活动, 同你的身体, 这个清安乐和你的身体同时活动, 但是你要除定以后, 你慢慢的清安乐就消失了, 消失了就是不是居心了, 就不是居心, 这样的舍为所缘敬的时候, 是明于内身, 住寻神观, 要源自内不定地, 出众居心舍为敬, 要是这个人呢, 它没有得定, 它没有得到这么高深的成定, 不定地, 没得定, 那么身体没有清安乐的时候, 这个身体是初衷的, 那个定地有清安乐的时候, 身体是清妙的, 不是初衷, 所以这个定地的初衷居心舍为敬, 是明于外身, 住寻神观, 这个得了定的时候啊, 你修四年珠, 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很容易就是断货正正了, 得无声发音了, 没有定的时候啊, 修四年珠观啊, 力量没那么大, 但是也会有作用, 是要源自内不定地出众居心舍为敬, 使明于外身住寻神观, 这个意思和前面不同了, 就你自家也就有内外的不同, 以定为内, 以不定为外了, 要源他清安居心出众居心舍为敬, 使明于内外深处寻神观, 要源别的因, 有定的因有清安居心, 没有定的因的出众居心舍为敬, 这两种合起来是明于内外深处寻神观, 得定的为内呀, 没得定的出众居心为外了, 如是要源一千三舍所生寻心法为敬, 就是将来这三种, 随其所应当之即是处寻神观, 这又是一种情境不通的, 福有差别, 为要源内能造大宗舍为敬, 要源内能造大宗, 这个大宗啊, 就是地水火风啊, 尖思难动, 它是一切四大的一个组成一切四大的一个功能, 所以叫做大宗, 普遍一切出古, 所以名字为大, 你源内能造大宗舍为敬, 使明于内处寻神观, 这样解释, 要源外能造大宗舍为敬, 使明于外深处寻神观, 这个内外这样解释, 能造大宗舍所生的跟敬, 跟呢就是内, 敬就是外了, 这个所组成的这个舍呢, 叫做造舍, 就是所造的, 所造成的舍为敬, 使明于内外深处寻神观, 如是要源一千三舍, 所生寻神法为敬, 随即所应当之即是处寻神观, 这样子, 服有差别, 现在这是第五段, 一共有六段, 这是第五段, 服有差别, 为要源有十身内舍为敬, 使明于内深处寻神观, 这就是根据前面云和为深那一段说的, 这个有十身, 这个身体还在活泼泼地生存的时候, 它是有感觉的, 有十身, 为敬, 使明于内深处寻神观, 要源无十身, 有情数, 清于等位, 此而为敬, 使明于外深处寻神观, 那么就是这个也死掉了, 它原来是有情数, 但是这个死一离开了身体的时候, 就变成死死了, 就有清于能乱善坏的各式各样的变化了, 这样的境界为所远镜, 使明于外深处寻神观, 这样是生存的时候名为内, 死了的时候名为外了, 要源无十身则, 与过去是有时性, 这里又重新说到第三段, 要是你观察, 没有时的这个死死啊, 这个舌, 它在过去的时候呢, 它是有时的, 有时的功能, 体性的, 它现在是无时, 但是过去的时候它是有时的, 有时生舌, 于未来是无时性, 所以现在是有时了, 这个身体的舌法是有时, 但是未来的时候它要死掉了的时候, 又是无时性了, 这样的有时无时是平等的, 所以相似法性, 平等法性, 彼此是相似的, 彼此是一样的, 无差别的, 为敬, 世明与内外深住寻神观, 这样的观察, 等于是观察, 我修无常观了, 我现在是有时, 但是我以后就无时就死掉了, 如是耀远一千三舌, 所生受心法为敬, 随其所应当之即是诸心三观, 这是第五段, 福有差别, 未要缘自身至终身, 福有差别, 未要缘自终身, 法茅着此等相为敬, 世明与内深住寻神观, 前边吟合为身的时候, 那里面说到一个众身表身, 表身就是身体的外面, 身体外边有法茅着此等相, 内里边的心肝脾肺甚至不禁物, 所以要缘自的众身, 自家的法茅着此等的表身相为敬, 世明与内深住寻神观, 要缘他深, 要缘他众身, 法茅着此等相为敬, 世明与外深住寻神观, 要缘内表深, 便意不便意, 轻于等相, 即缘外表深, 便意不便意, 轻于等相, 相似法性, 平等法性为敬, 世明与内外深住寻神观, 这个内外这样解释, 内的表深, 初始的时候可能没有便意, 可不久就便意了, 所以有便意不便意的轻于等相, 外深, 外人的表深, 也是有便意不便意轻于等相, 这彼此都是相似法性, 平等法性为敬, 世明与内外深住寻神观, 如是要缘一千三舍所生寻神法为敬, 随其所应当之即是主寻神观, 寻神法三观。 这就是根据前面云和为深那一段, 都是分成了四年住, 寻神观,寻寿观, 寻心观,寻法观, 这样子, 如是等类深受心法诸差别门, 当之多种, 坚约此中, 且显少分诸门差别。 这个如是就指前面这一大段门, 这六大段, 这一类的深受心法的诸差别门, 不同的类, 门就是类的意思, 当之多种, 要从这上去类推, 会有很多很多种的不同的四年住的官方, 这所言尽, 这所言尽的不同。 坚约此中, 现在在这里边, 欠险少分诸门差别, 不必都说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边的下一次就把它讲完, 讲完了, 下一个星期就讲舍大成论。 等会等会有关重值的防腔。 好, 好. 好 我们从这个经论上 佛菩萨开是我们的佛法上看的 我们出家也是很忙的 没有闲时间 的确是很忙的 但是表面上看不出来 他在那里坐 也看不出来好像很静 坐完了出来跑一跑 好像没什么事似的 实在来说是很忙的 没有闲时间去写信 通电话这些事情 但是现在 也是很忙 但是 其他的事情忙 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理由 但是忙了一生 一无所得 一无所得 如果真是在思念柱上这样用功 你这样忙 一定会有成就的 有成就了是放大光明的境界 我们在其他的事情上忙的就是恶恶索 就是这个境界 不是爱就是贱 这个贱烦恼 恶贱的烦恼 就在这上忙 恶恶索的这个忙 把这个恶索大一点 多一点 美一点 就是 第二是在思念柱上无恶无恶索 修 修思念柱 心情快乐 没有烦恼 会有更广大的境界 是不同的呀 就是说 我们要是没有修思念柱 我们欢喜静柱 能够调心 叫它静 能得到预计定的时候都很自在 不要说未到地定得出禅 预计定就是九心柱 九心柱的最后那个等时就很好了 心里面呢 也不散乱 也不昏沉 能明镜而住 一下子可以做二十个钟头都可以 做七天都可以 那有这种境界 但就是没有清安落 可是身体也是会很舒服 也很好 也好过呀 这个烦躁的境界 是是非非 反反倒倒的境界 心里面很自在 就是有什么烦恼 这个隐世间 反腐都是这样子嘛 就会有些事情来冲击你 但是你有一个预计定的安心法 了的时候 也还是好 你把那件事听来的话 看见什么事 不要管它嘛 你一色心入定了 就是很清静 很自在 要是你没有这个安心之道 你就被那一阵风 那个风吹了你 吹了你就苦恼 受不了 小小一点事 一句话都受不了 所以我们要是 这笔账要算一算的 还是修行好快乐 我又是这样子 是快乐的多 好 在记六夜 那天讲的十四 спорт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页 那假设说把它放在无碍未受 是不是也是可以吗? 也是可以 是的 是的 它这个里边呢 多少也是有的含蓄就是 因为这上面说 如是诸寿 要随顺涅槃 随顺觉寨 毕竟处理 毕竟离构 毕竟能令凡横圆满 明无外受 但这一定是有屁不舍弱的 不然的话你办不到这个境界 所以要堕于戒 明有外受 要散无散戒系 要随顺离语 明以处理受 这个是供异事件的 这个是供异事件的 它没有佛法的 般若的 批不舍弱的 所以要遇见戒系 要不顺离语 明以丹事受 是这样 那师父 我现在想了 想了一个方法来解释这个 乐受是平衡 苦受是不平衡 那师父 你说 老师 我讲了对 师父 看看 师父有错 就说阿罗汉的话 是说 我一切保不受 所以这个地方讲了很多的受 讲了二十一种受 那现在就说 我们的众生都是 希望离苦得乐 我们不希望苦 希望乐 那即使是修行的人 他在还没有修成圣道 或者说他刚刚得到圣道的时候 他也还是有无碍未受 那假如说还没有到圣道的时候 他有随顺离凡 他也是属于无碍未受 所以不管是修行的人 或者是不修行的人 他只要他心里 希望是有这些兽 他要离苦 他要得乐 那和这些兽相应的 平等升起 那个就是乐受 那假如凡夫呢 和他 比方说他是单导兽 他是在五欲里头 求那些乐受的话 和这个乐受相平等升起的 那这种乐受 那所以我们叫这种乐受是平等受 平等升 那和这个五欲里头 互相平等的 那我们说他是苦受 所以这样子就是说 我不晓得讲清楚和清楚 那假设是说是修行人的话 那好假设是 无碍未受里头 和他心里头的无碍未受相顺的 那那个是平等升起 那个是乐受 那那个是平等升起 那个是乐受 我听懂了 我听懂了 你讲的也有个平等的意思 平等受 平等的升起 是 对这个平等的字 你是解释出来那个平等的意思 解释出来 不过可以再想一想 再想一想 好 这里是说 为顺乐受处 为缘所生 平等受 是名落受 顺苦受处 顺不苦 不落受处 为缘所生 不平等受 就是说 假设是 我们现在先不讲修行人的话 就先讲凡夫 凡夫呢 希望离苦得乐 所以呢 这个境界献起来的 不管是身 或者是心 和这个心理相应 和心理离苦得乐的那个心理相应 生起来的 那是和心理平等的 就是叫乐受 和心理不平等 心理是要离苦得乐的 但是和这个不平等 就是生起来的 不受 我同意您解释 是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现在又有个解释法 怎么叫做平等 不平等 就是心与静无争 叫做平等 心与静有争 心与静有争 就是不平等 比如说乐受的时候 心与静是无争的 因为乐是满他意料 他与静无争 所以叫做平等 这个苦受苦的时候 是不高兴的 心与静有争 所以叫做不平等 我是这么解释 我那一天解释 是要因缘 要佛教徒 这个平等受 我愿意你也有乐受 所以这个叫做平等 那么这个苦受 是因为要因受 你造了不平等的因 你会受苦 所以这个苦受 叫做不平等受 这样解释 可是了被一割吧 不过我没看见诸解 没看见诸解 应该这么解释 你解释 我们这样可以 也同情来 有这么多的解释 我有两个解释 你也是 这样才是一个解释 可以这样说 请问院长 我们修不靖观的时候 我们平常没有打坐的时候 是所言的靖 是一个战力的谷所下 那如果我们盘坐之后 脚是极交夫坐 那丛逐至顶让观 那我们打坐的时候 请问是要原平常所言进 立的谷所下 还是要盘坐时的谷所下 我感觉我们初开始坐 还是立的好 占立的 因为分明一点 有个盘腿坐 你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不方就是两种 你愿意 你观立的水眼镜 观盘腿坐的谷所 也可以 这两个都可以了 请问院长两个问题 那都是我自己 比较笨的 所以修行上不会 一个是就是这个观 假如做得好好的 那四念珠就已经够忙了 后面这边好多寻生三观 一个个来 那是就写个笔记 就等于一天观音像 所以就是一个个来 要不然根本都记不得 这是第一 您坐 我们初开始静坐 你就简单 越简单越好 不要观察这么多 但是你常常做 常常做 你舍摩陀的力量增长了 越怎么复杂都不复杂 它一下子就清除了 这个舍摩陀啊 是很厉害的 我们这个子修得有力量了 所以念的力量就会增长广大 它我们读这个文 我们初开始读这个文 都感觉 这太麻烦了 但是你的舍摩陀要增长了 不感觉什么 感觉和一样 也是很简单 不感觉到很粗杂 所以心力啊 这个舍摩陀有堪能性 这句话真是 这是以经验之谈 我们这个舍摩陀的 力量不够的时候 同样的事情 也不同样的感觉 也有些人呢 他不是修行人 但是他的记忆力也是很强 这天生的善根 得的好的果报 所以人呢 雅耳鼻舌生意六根呢 这个第六亿根是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真是过去生中 这个福业特别强 那么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修不静观的时候 在修到现在 我自己经验就是 常常觉得自己 有个烂的大脚 可是就烂在那儿 然后它也不会跑掉 所以有时候会害怕 觉得想去看一看 那个角度真的烂掉 但是就修不下去了 那还有就是很多年前 我一个同学 他说过 他说有一个人修不静观 修到后来看自己就是白骨 看别人也都是白骨 但他就说 看尽天下白骨 就属这幅最丰美 那那样子还是一个我吃在那儿 在那儿 那我们平常要怎么样呢 这就是那儿 修白骨观 修不静观 修不静观 是破爱烦恼 它不破论子 但是你修不静观成功了以后 再思维无恶意 你也很容易破论子 也是容易破的 如果你不进一步的思维无恶意 如果你不进一步的思维无恶意 它是不破论子 论子还是存在的 所以目的也在不同 因为这个爱烦恼啊 使能因苦恼 所以先破爱烦恼 你修不静观 爱烦恼破了的时候啊 心里面就平安了 心里面平静一点 没有这些烦恼 目的是在这里 当然它也不能说是设备圆满 可是那就是另一个法门了 另外就是因为 也许个人所学到 像以前学一种接口 所以看到白骨 不会害怕 也不会有厌制性 你觉得 那个骨头干干净的 一块一块 结得很好 觉得 就是一个很好的标本的样子 不太有那种厌离心 像前面玩家说 食可厌离 前面轻衣肿胀 重担 那都可以 到后来完全是骨索 都是骨的那种 破热血之后 我就觉得 那就反而是一个清净 清净像那样啊 但是也应该是没有爱心 没有厌离心 可以没有爱心 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子反倒也很正常 如果厌离得太过头了啊 实验是没有爱 但是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反应 所以他据实论上 实验不是他重视白骨观的 也可能是有这个原因的 修白骨观呢 能破爱心的 厌离心也不太过头 这时候你内心还是平静的 你就再修无恶观 那就得阿鲁汉国了嘛 要是不修白骨观 只修前面的九种不敬啊 但有的人可能会厌离心特别强 就像你这样才说 得修不下去了 那可能也有问题 不过因此言言不一样 修着不静观的时候 发动了厌离心 破除去爱 但是也没有相反的作用 没有其他的反应 不好的反应 那么不就是很好嘛 这个修不静观呢 你一定用奢摩陀陪伴着他 一定也要修纸 不能说一做一知的修不静观 这样你修了纸的时候 多少有一点的定的成分 就使你内心的这个厌 也不会太过头 你修了定的时候 你就是不修不静观的人 他有多少定力呢 他心里也不动 他也能够不动 但不是完全不动 你今天不动 明天不动 后天就动了 也可能会这样 但是会好一点 和没有定力不动 所以你修不静观 有的时候会有些不好的反应 就是你加上了圣摩陀佛的时候 就会好一点 就能平衡过来 谢谢 在我们十二页这边 我们刚刚有讲的 六大分 就是在讲神官 前身官跟前身官 前身官跟前身官 前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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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第九页的第二行 这边 第九页第二行 第二行 第二行是 如果圆外 他有平复分 为静的话 这个是内外深度平身官 他这个 他这个 他这好几个五六个大象的分类 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准择 或者是说他有个什么特别的用力 是 他是有的 这个 要圆外 他有 情数神神未定 住寻神官 世面与内外深住寻神官 他是与前面那两个有关系 前面一个内一个外 相对地说出来 这三个官 一个内官 一个外官 一个内外官 他们相对地说出这三种 底下 主寻神官也是一样 也是互相对的 他也有准择 要是你 把前面和后面放在一起去看 就好像有点乱了 但是是不得 不是乱 他各有各地一个 一个准宅 你对大就说小 对小就说大 那么就看你和哪一个相对 就会立出来不同的名字了 那再一个问题 像这样子 就是每一个几乎都有四官 连群生官 是 那院长可不可以 就是举一个其中一个例子 很简略的 跟我们讲一下实力的 怎么办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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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八页 第八页 最后 倒数第二 为要圆内 自有情愿身舍 为静 助寻神官 使命于内身 助寻神官 这是很简单 就是以自己的身体 为所圆静 为所圆静 或者修不静观 这很简单的 这是第一句 要圆外 非有情愿舍 为静 助寻神官 使命于外身 助寻神官 这个说是非有情愿舍 非有情愿舍 当然反而也是很广 或者是你观察 一棵树 或者是一枝花 或者是一个高山 或者是一个房子 那么你这样去观察它 也是不静 苦无控无常 我部 这又是属于受寻法经 那么这样观 这就是 外 非有情愿舍 为静 助寻神官 使命于外身 助寻神官 那么第三个 要圆外 他有情愿舍 为静 助寻神官 使命于外 内外身 助寻神官 那么这就是指一个 他是属于有情 但是属于他人的 观他人的 有情愿舍 身舍为静 你去观他是不静 使命于外 使命于内外 身助寻神官 那么就是观他人 是有情 自家也是有情 属于内 他人也是有情 但属于内外 那么这个外 那么这个外 就指无情愿了 这个范围也应该是很清楚 这样子是说指他的分类范围 那如果说像刚刚我们讲说 内身做寻神官的话 修不静观是什么 内身的错 是自己的做寻神官 是 那如果说就是 注意自己的属谁 属谁洗的话 圣子算也是内身做寻神官 属谁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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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说他这个内身的话 不是说 他不是很广泛的范围 包括所有自己 就是针对自己所修行 是的 这个比较简单 后边又复杂一点 简单的境界 就是自己和他人 再加上有无情处理 分这么三观 三类 助寻神端 这比较简单 后边你是复杂了一点 后边复杂 比如说是 这个第九页 倒数第二行 是 不要缘根所说 有知有寿 舍未尽 事明于内身 助寻神观 其实也很简单 只是说的话不一样 根所说 就是有根 也就是有情 那么这是内身助寻神观 要愿非根所说 无知无受所为尽 这等于是无情 这等于是无情 要愿非根所说 无知无受所为尽 这是无情物 要愿非根所说 有知有寿 舍未尽 事明于内外身 助寻神观 这就是我们的复根层 就是右眼所见的 雅耳必射身 这个不是根 而是保护根的一种 地水火风 右眼所见的 我看见你的眼睛 我们右眼所见的 他眼的眼睛 自己的眼睛 这个不是眼根 他叫做 夫根层 他不是根所说 因为他是 他没有 他也是有知受 但是他不是根 他只是夫根的层 保护眼根的层 保护耳根 鼻根 舍根 身根的层 那么这个就叫做 内外身助寻神观了 因为是非根所说 所以是外 但是有知有寿 有名为内 所以合起来 就名为内外身助寻神观 其实就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也还是观这个淫死不尽 简单的说 还是这样的意思 不如是要缘一千三舍所生 受寻法为净 随其所应 当自己是助寻神观 所生的寿 或者生的是落寿 或者生的是苦寿 或者不苦不落寿 或者有外为寿 无外为寿 或者出离寿 或者生的是略 你用静坐的时候是略心 是散心 是下心 是居心 是寂静不寂静心 有心就有法 所以就是有了寿心法的 但是在修 初开始修行的时候 先要把这个文的意要熟 要文要义都要熟 常常读 常常读这个四年中的文 读熟了的时候 还是简单一点的修 就像我江采说的 你修久了的时候 你舍马陀也进不了 披不舍能也进不了 舍马陀进步的时候 你的念力特别强 就是一读这个文 你心里面就能记得住 记得住 这个境界就能在心里面献出来 献出来 你就依那个文的意去观察思维 它就容易一点 所以初开始不要太复杂 就是简单一点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说像刚刚第九页的第一行那边 原外非有情素生 如果我们要不静观的话 要原非有情的不静观 我们是要怎么去运作 这个 这个 在大屁股杀论说到一个一件事 说这个转论圣王啊 在我们人间的人 那他是大福的 人间坐 他是大福的人 是不得了的人 他这个眼根呢 在百优群内的境界 就像看首长那么清楚 那么清楚 所以这个 我们要详细地说 比如说这个阿诺利尊哲 他天眼第一 他观三千大千世界 如观掌中阿摩洛古 像掌手里面拿着阿摩洛古 看得那么清楚 三千大千世界这么遥远的境界 看得那么清楚 这个眼根的力量那么大 我们说是 不要说近视眼睛 也就是眼睛特别好的 你遥远的境界 说是 不要说一百优秀 一百里内的境界 你能看相关掌文那么清楚吗 但是这些呀 乃是一个狗的身体里面的地嘴火锋 那个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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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看是平等的 是平等的 那么要是修不静观的时候呢 也可以从这里观察 都是不静 当然我们初开始修不静 在不静上修不静比较容易 不感觉到不静 修不静似乎是有点困难的 但是总向来说呢 世间上有乐法都是不静业所称 都是贪神执造的业 不加上多少同情心呢 就是所谓善业了 其实你也是贪神痴 所以这个业不静就是印不静 印不静果也不静 这是可以一个理由 第二理由 而世界上的事情 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出来了 我们从报纸上也看出来了 这块土地是我的 他说不是你的是我的 因此而有烦恼 这就是不静 世界上山河大地都是不静 能令人其掩误心 所以也是不静 所以说我们那个 我们观察不静的物理 那个地所火风的极为 我们因为没有什么不静的极为 在极为上看是一样的 所以也可以说是不静 也可以观察是不静 这个是我们平常人 我们平常人主要是观深不静 观深不静 破除我们的爱烦恼 要是那些大人物 就是大福德的人 我换一句话 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英雄 好汉这些人 应该观河山河大地都是不静的 使用他的野心轻一点 野心轻一点 生一点慈悲心就会好一点 好 心量大一点 允许别人有自由 就会好一点 就是 这些苦恼的事情就会少一点 这个野心大的人 可以 我有自由 可以 你们都不要有自由 那么就多出苦恼 那就是不静 在这个社 这个 十三波罗密 自治大师说的那个十三波罗密 上 有一个大不静观 可以参考那个 可以看看